至于他们的客人 either buys or fucking die 一国的总理入狱 沙特的王子被抓 而真正的主谋却逍遥法外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牛 这期视频给大家把刘特佐的坑填完 让大家久等了 没有看过上集的小伙伴 建议先看完上集 咱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上集内容 上回说到 长袖上午的刘特佐 在中东和马来西亚的政商两届左右逢源 暗中操纵马来西亚主权基金一马公司 之后刘特佐礼代淘江 用空壳公司在短短两年内 将一马公司的20亿美元 放进了自己的腰包 暴富之后的刘特佐 在全世界花天酒地 并到美国结交名流巨星 进军好莱坞 毫无节制的挥霍 让刘特佐手中的巨资迅速见底 为了拍摄预算1亿美元的华尔街之狼 刘特佐又联合IPIC和高盛 通过老套路 让一马公司发行了总计35亿美元的公司债 这笔生意又让刘特佐和同伙 在两年间瓜分了14亿美元 终于过于高调的刘特佐 也逐渐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只要包不住火了 书接上回 刘特佐在美国声色犬马 夜夜升歌 当时刘特佐的奢华派对 已经成为好莱坞关注的话题 甚至连电影《龙虎少年队》里 都有一首插曲唱到刘特佐 许多人开始问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亚洲小胖子 突然出现在美国 出手阔绰 挥金如土 钱多得像是大风刮来的一样 它到底是什么背景 它的钱是从哪来的 最先察觉异样的就是 华尔街之狼的原型 乔丹·贝尔福特 贝尔福特是美国证券行业的老鸟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就用卖垃圾股的方法 骗了2亿美元 1999年 贝尔福特因为证券欺诈和洗钱 被判了22个月 出狱之后 这哥们把自己的经历 写成了回忆录 《华尔街之狼》 虽然他的证券公司 并不在华尔街 他自己也从来没在华尔街混过 更神的是 贝尔福特后来到处演讲 改头换面 成了励志演说家 2011年5月 刘特佐在嘎那电影节上 为电影《华尔街之狼》 举办了一场豪奢的立项发布会 贝尔福特作为原型人物 也受邀参加 同类之间的嗅觉是最灵敏的 自己就是诈骗高手的贝尔福特 觉得刘特佐过于反常 电影还没开拍 发布会就花出去300万美元 这他妈绝对是一场骗局 无论真正出钱的人是谁 他的钱一定是偷来的 看着台上现场的坎爷 贝尔福特对自己的女友说 如果是自己赚来的钱 不会这么花 几个月后 刘特佐又邀请贝尔福特和小李子 一起出席一场在拉斯维加斯的活动 大笔一挥 给贝尔福特开出50万美元的出场费 贝尔福特早就怀疑刘特佐这帮人 为了自己以后的演讲和写作生涯考虑 贝尔福特决定不蹚这趟浑水 于是挽拒了刘特佐 除了贝尔福特 各路媒体也开始打探这个 高调好莱坞新贵的各种八卦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刘特佐的钱是从哪来的 面对媒体的追问 刘特佐用各种理由忽悠 他一会儿说自己的钱来自某个中东富豪 一会儿又说自己是马来西亚投资者的代表 他代表马来西亚总理等等 后来为了安全 他说自己的钱是继承自家族财产 这是他当年在哈罗公学和华顿上学院念书时 常用的理由 并且这个理由也方便他洗钱 为了让这个说法听起来更可信 他必须先把大笔的巨款转给家庭成员 尤其是他爸爸刘富平 但是要做这件事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早在1970年 美国为了方知洗钱 出台了银行保密法案 根据这项法案 美国的所有金融机构 都必须保留资金转移的记录 并且只要每日交易总金额超过1万美元 银行就需要主动提交可疑活动报告 1986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法律 禁止银行参与和隐瞒洗钱活动 2001年911事件之后 美国为了严查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 更通过爱国者法案 强制银行必须成立专门的部门 来进行禁止调查 顺带一提 不干不净的汇丰银行 就是在这段时间露出了马脚 总之大型的跨国银行 对资金来源审核都很严格 无难的刘特佐只能去找小银行 因为像刘特佐这样的大客户 小银行更加重视 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后刘特佐找到了 瑞士的一家经营不善的小银行 瑞翼银行 刘特佐通过瑞翼银行 在新加坡的一家小分行 开设了许多个人和公司账户 2011年6月 刘特佐用Goodle Star公司 在雇资银行的账户 汇出了550万美元到瑞翼银行 Goodle Star公司在上集里提到过 是刘特佐在赛什尔注册的 用来转移一码公司资金的空壳公司 同一天 刘特佐又从Goodle Star公司 汇出5475万美元 到瑞翼银行的另一个账户 这个账户是刘特佐的老爹 刘福平不久前才开的 几个小时之后 刘福平的账户又转出3000万美元 到刘特佐的另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账户 开设在苏黎世的洛西尔银行 这个洛西尔还有一种译法 罗斯柴尔德 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听晕了 晕就对了 就是得把人搞晕 才能绕过监管的事情 刘特佐这一通操作下来 最原始的资金源头 就已经被掩盖了 比如洛西尔银行 只能看到钱是刘福平 打给刘特佐的 这种手法叫做多层化 是一种常见的洗钱手段 聪明如你 会发现这里头有个关键问题 虽然洛西尔银行 看不到资金来源 但是瑞翼银行这边 看得一清二楚 实际上 刘特佐这次来回转账 仅仅是为了做个测试 他就是要看看瑞翼银行 能为他这个大客户 通融到什么程度 瑞翼银行的表现 令刘特佐很满意 他们对资金来源 不闻不问 直接放款 于是接下来 刘特佐又从洛西尔银行 汇出2700万美元 到他的IOTA账户 IOTA账户在上集也介绍过 是律师事务所 给顾客开设的一种私密账户 刘特佐专门用IOTA账户 在美国消费 以前刘特佐都是 直接从Goodstar公司 把钱打进这个账户 后来刘特佐变得更加谨慎 会绕一圈 再把钱汇进IOTA账户 这样就更不容易被追查 不过用多层化的手法 来隐藏资金 还是过于简单了 刘特佐还想多来一层 让自己的资金来源 更加难以追踪 2011年12月 刘特佐给自己的资本局 又解锁了一个新人物 他在新加坡的瑞益银行 找到了一个金融高手 杨家伟 当时28岁的杨家伟 已经是全球金融市场 灰色地带的专家 他在瑞益银行的职务是 财富管理专员 而实际上 他真正的工作是 协助有钱人避税 这也是新加坡 很多私人银行的 重要收入来源 刘特佐告诉杨家伟 有一项事关政府机密的任务 要交给他 杨家伟十分心动 对刘特佐马首是瞻 于是他在新加坡 给刘特佐找了一家 小型金融公司 奥明集团 奥明集团是一家 巴西的金融公司 创始人之一 汤尼泥品定居在新加坡 他的专长是协助客户 在库拉索设立公司 为了完成这个资本局 刘特佐还得再解锁一张新地图 库拉索是加勒比海 南部的一个岛屿 这个地方的离岸金融 非常繁荣 因此被美国财政部 列为主要取权国家 汤尼协助杨家伟和刘特佐 把一马公司的钱 转到了一支 注册在库拉索的基金 EEMF EEMF入账之后 立马又把钱 投资给了另一家 刘特佐的空壳公司 实际上就是通过 假买基金的方式来珍洗钱 在两年里 奥明集团用这样的手法 帮刘特佐和他的家人 转了15亿美元 不过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那就是一马公司的账 刘特佐从一马公司转走这么多的钱 这些钱都用到哪了呢 要想掩人耳目 刘特佐还必须把一马公司的假账做好 本来刘特佐想的是 去找高盛的莱斯纳帮忙 他们准备找一家愿意配合的银行 给两艘PSI公司的钻油船 估价20亿美元 然后刘特佐就可以让一马公司 以20亿美元的价格 买进这两艘天价钻油船 然后再把这笔钱 做在一马公司的账上 当然这两艘钻油船 肯定是不值20亿美元的 结果莱斯纳去找了一家美国投行 可惜人家太死板 怎么算都给不了这么高的估值 最后这个方案就不得不放弃 最后刘特佐一筹莫展的时候 金融高手杨家伟又出手了 他想出了一套三步走洗钱套路 第一步让PSI再成立一家空壳子公司 然后把PSI的两艘破烂钻油船 挂在这家空壳子公司名下 接着一马公司以20亿美元 也就是被刘特佐转走的金额 买下这家子公司 第二步杨家伟把这家子公司的持股 转售给一家香港的公司 桥梁国际公司 这家公司专门在香港 曼谷和新加坡等地 帮客户打造洗钱的渠道 然后收取佣金 关于客户的资金来源用途 他们一概全部过问 第三步 桥梁国际公司先到开曼群岛 登记成立了一家桥梁全球基金公司 然后再也发行的基金 来换PSI子公司的股份 桥梁国际虽然号称 买了PSI子公司的股份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出钱 而是用基金的份额支付给一马公司 一马公司用20亿美元 买入了桥梁全球发行的基金 但是实际上桥梁全球 根本没有开曼群岛的基金发行许可证 而且这家公司的唯一客户 只有一马公司 在整个圈钱的过程中 一马公司的20亿是假的 因为钱早已经进了刘特佐的腰包 桥梁国际的基金也是假的 是专门注册的工科公司 这里头唯一真的动气 就是那两艘不值钱的钻油船 也就是空气买空气 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马公司财报上 资产栏增加了一笔对桥梁全球基金的投资 而且最终这笔基金的估值达到23亿 在账面上 刘特佐塞进自己腰包里的钱 不仅有了去向 还多赚了钱 不过这份报表并没有通过审计那一关 一马公司的审计方 安侯建业会计述所 感觉到了古怪 于是追问这笔账目的细节 刘特佐又开启胡说八道模式 用政府的保密项目没借口 搪塞了过去 刘特佐又一次用 看似天衣无风的计色 瞒天过海 但若要人不知 除非解莫为 撒一个谎 就需要用千万个谎去圆 时间回到2011年4月 彼时的刘特佐正忙着结交好莱坞名流巨星 而在大西洋的对面英国伦敦 一名PSI的员工正在和上司谈遣散费 这名员工叫沙威亚朱士托 他是PSI伦敦办公室的主任 在刘特佐上集的视频里 阿牛详细说过 PSI是沙特王子土耳基的公司 与伊玛公司达成协议合作 开发油田 土耳基王子有两个马仔 欧巴和马浩尼 公司的日常业务都是他们俩在打理 朱士托是欧巴的好朋友 受到欧巴的邀请加入了PSI公司 一开始 朱士托其实每天都很闲 因为PSI本来就是半个空壳公司 没有什么生意 但是到了2010年 欧巴突然告诉朱士托 公司现在赚了一大笔钱 要朱士托去伦敦成立新的办公室 并且欧巴承诺 给朱士托40万英镑的年薪 干得好还会再发几百万的奖金 就这样 朱士托搬到了伦敦 而他负责的项目就是 一马公司与PSI合资计划中 唯一真正完成了的买两艘钻油船 我们都知道 PSI公司之所以突然有钱了 是因为刘特佐把一马公司的钱转走 然后给他们分了赃 突然报复的欧巴 生活开始变得奢侈 到处买买买 并且有钱之后的欧巴 立马就忘了贫贱兄弟 对朱士托的态度变得十分傲慢 原本说好的几百万奖金也只字不提 朱士托猜测 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 一定有他不知道的内情 而且他没拿到该得到的好处 他觉得自己被好朋友欧巴坑了 答应的奖金不给就算了 连自己给公司垫的钱也不给他报销 你不是欣赴的老实人吗 于是在2011年年初 朱士托提交了辞呈 但是临走之前 他要找欧巴把自己该得的钱都拿到 朱士托跟欧巴谈判 希望能够拿一笔 650万瑞士法郎的遣散费 但是好兄弟欧巴只愿意给400万 虽然400万瑞士法郎 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但是朱士托的心里始终觉得 这250万代表的不单单是钱 而是自己的智商和尊严 把兄弟当250万 怀恨在心的朱士托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决定搜集一码公司和PSI的罪证 别怪哥哥不当人 谁让老弟太扣门 朱士托搜集 拷贝了PSI公司服务器里的档案副本 资料一共高达140个G 包含了44800封电子邮件 文书和其他官方文件 记录了整个骗局的许多细节 朱士托手里的这份资料 就是随时毁灭刘特佐的定时炸弹 不过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正在美国大搞90肉林的刘特佐 毫不知情 他不知道所有命运亏赠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而这个价格是250万瑞士法郎 自从离开PSI之后 朱士托一直把那份140个G的资料 捏在手中 这一捏就是两年 2013年10月 朱士托和自己的女友 一起在东南亚旅行 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朱士托准备在曼谷附近的苏美岛 打造一个豪华的度假村 然后开始全新的生活 但是打造这个度假村 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 他于是想起前东家PSI 还欠自己250万 自己的尊严和现实的需求 让朱士托必须拿回这250万 不过他早已经和欧帕决裂 再找欧帕要钱肯定没戏 于是他写了一封邮件 发给了PSI的另外一位高管 马浩尼 朱士托威胁马浩尼 如果不给钱 他就把资料公开 但马浩尼不为所动 他反而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略带威胁地暗示朱士托 我实在不想看到这件事 发展到最后是你被毁灭 这封邮件彻底激怒了朱士托 他决定寻找一个买家 把这份今天资料卖出去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到 上天安排的时刻 愤怒的朱士托还需要耐心的等待 等待那个命中注定的买家到来 就在朱士托和马浩尼 谈判了两个月后 命途多舛的华尔街之狼 也完成了制作 并在纽约曼哈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首映会 首映会结束两天之后 一篇劲爆的博客在马来西亚传遍全国 华尔街之瘫 马来西亚的钱曝光 这篇文章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疑问 拍华尔街之狼的钱到底是谁出的 文章在结尾还推测 幕后真正的主导者或许就是刘特佐 这篇雄文发表在网络媒体《沙拉月报告》上 作者是克莱尔·卢卡斯夫朗 这篇文章一出 刘特佐就急了 赶紧找律师给《沙拉月报告》发撤稿函 要求克莱尔删除文章并道歉 但是克莱尔的背景也很 嗯 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克莱尔的老公安德鲁·布朗 是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的亲弟弟 克莱尔的母亲是马来西亚人 他出生在沙拉月州 并在那里长大 60年代克莱尔在英国求学 并成为BBC的记者 之后他心系故乡 创办了网络媒体《沙拉月报告》和电台 自由沙拉月 专门揭露沙拉月州的政治丑闻 其实总理的儿子开电影公司 这件事早在马来西亚的经营圈子里传开了 虽然理查声称 全是由中东的金主赞助 但是克莱尔却听说 理查的钱来自马来西亚的国营单位 受到好奇心的驱使 克莱尔专门飞到洛杉矶 搜集红颜电影公司的资料 越调查 克莱尔就越觉得这件事不简单 通过一些蛛丝马迹 克莱尔最后锁定了一马公司和刘特佐 收到撤稿之后 克莱尔反而更要调查到底 你不让我写 老娘孩就偏偏要写 而且还直接搞个大闲门 2014年6月 在曼谷的雅典娜广场饭店里 克莱尔坐在座椅上 焦急的东张西望 他在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 他们约好在这里碰头 而他要等的人 正是PSI的前员工 朱士托 朱士托手里的资料 已经整整握了三年 他终于找到需要的买家 200万美金 现金 不然免谈 朱士托开门见山的说 克莱尔看到朱士托带来的档案样本 他确信 这就是自己正在找的关键资料 但要命的问题是 克莱尔没钱 克莱尔虽然嫁见了英国的政治家族 但是一时半会儿 他也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 为了拿到这批资料 克莱尔花了七个月 四处找人赞助 最后终于被他找到了金主 财经杂志的董事长 佟贵旺 佟贵旺也是一个狠人 他白手起家 做过股票分析师 混过银行 做过券商 后来还买了一张银行执照 他跟马来西亚的前副总理 安华关系很好 但是站错了队 安华被当时的总理 马哈蒂尔 搞进了监狱 于是佟贵旺逃到了加拿大 在加拿大的时候 他又做房地产 东山再起 2003年 第四任总理 马哈蒂尔下台 佟贵旺又跑回了马来西亚 虽然其他资产已经变卖 但是佟贵旺手下还掌握着 专业财经赛事 The Edge 并且有一帮死争读者 其实早在2009年底 马来西亚基金圈子里 就隐约感觉到 一马公司不对劲 但是谁都不知道 真正的内情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那吉布掌控了 全国的主要媒体 但是佟贵旺的直觉告诉他 这些传言的背后 一定另有隐情 于是佟贵旺 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 追踪一马公司的内幕 2009年12月 一马公司才成立不久 The Edge就刊登了一篇 质疑一马公司的报道 结交名流巨星 等于是把自己 往媒体的聚光灯上送 同时那吉布的老婆 罗斯马 浑身珠光宝气 光彩照人 更是在不断的挑衅 大骂民众的人耐 切勾者猪 切勾者猴 实际上 刘特佐之所以能瞒天国海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 日益腐败的缩影 早在2006年起 马来西亚的反对党 和反贪污团体 就展开了一系列的运动 要求修改选举制度 肃清腐败败贪污 从2007年到2011年 不断有穿着黄色T恤的群众 走上街头 示威抗议 2012年4月底 吉隆坡爆发了 10万人的反贪大游行 总理纳吉布的微信 更是低到了极点 转眼到了2013年 马来西亚要开始 新一楼的大选 而这一年 纳吉布需要面对一个 强力的竞争对手 前副总理安华 前面我们说过 The Edge的老板 同贵旺 曾经战队安华 因为安华入狱 逃亡过加拿大 而安华早在2004年就出狱 但因为政治权利被剥夺5年 所以不能参加2008年的大选 到了2013年 安华的政治权利已经恢复 他立马带领反对党 强势参与大选 在总统竞选宣言中 安华要求公开 一马公司的账目 并表示 如果当选总统 将关闭一马公司 这一招简直是 打折打在了七寸上 直接破防 刘特佐这会儿是真的急了 一旦安华当选总统 自己估计要被点天灯了 为了自保 刘特佐必须要帮助纳吉布 再次当选总理 让马来西亚再次伟大 但是要帮助纳吉布竞选 又需要花一大笔钱 好莱坞那边还拍着华尔街之狼呢 刘特佐的钱又不够用了 于是刘特佐又找上了高盛 不过这回 纳吉布自己亲自出面了 在莱斯纳的居中引荐下 纳吉布会见了高盛的副董事长 麦克伊凡斯 纳吉布开门见山 直接对高盛说 他想再发行30亿美元的债券 要像之前两次那样 要快要低调 这次纳吉布给出的理由是 他要在吉隆坡 规划出一个新的金融区 叫做敦拉萨国际交易中心 敦拉萨就是纳吉布父亲的名字 高盛自然屁颠屁颠的就答应了 毕竟又能大捞一笔 这个项目在高盛内部 被叫做出媒项目 这次高盛驾轻就熟 还是先把30亿美元的债券全部买下 然后再去市场上卖给散户 监事财政部长的纳吉布 亲自签手了一封文件作为担保 如果以后一码公司没法还债 将由马来西亚政府代偿 这笔生意又让高盛赚了3亿美元 加上前两次 在短短12个月里 高盛替一码公司发行了三次债券 赚了6亿美元 这个利润已经占到了债券发行总规模的10% 2013年3月 刘特佐在吉隆坡的大马银行 开示了一个私密账户 这个账户的所有人 只有刘特佐和极少数大马银行的高层才知道 隔天高盛将30亿美元存到瑞翼银行 有12亿瞬间就被转走 先转到库拉索的基金 然后再转到一家维京群脑的空客公司 当然这家空客公司是刘特佐注册的 接着刘特佐用空客公司的账户 将6亿8100万美元 汇到了大马银行的神秘账户 而这个神秘账户的主人 就是总理纳吉布 纳吉布用这个神秘账户里的钱 去买珠宝买超跑 收买政客 有了一码公司做后盾 纳吉布在2013年的大选中疯狂的撒钱 比如一码公司会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 在纳吉布需要选票的地区 提供奖学金和额外补助 2013年5月在金钱的助攻下 最终纳吉布以微弱的优势成功连任 纳吉布只要不倒台 刘特佐就能继续当一只硕鼠 他狂松了一口气 但是刘特佐没想到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纳吉布虽然握住了大权 但是他在选举期间的庞大支出 却引起了更多媒体的关注 在选举期间 华尔街日报就刊登了一篇报道 标题是高盛压住大马终有回报 大选过后没多久 The Edge也刊登了一篇 针对一码公司的专题报道 质疑一码公司的财务问题 紧接着8月份财经周刊大马聚焦 用封面故事报道了刘特佐 文中提到了刘特佐和阿布扎比的关系 质疑他的钱全都来自一码公司 此时媒体已经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 2013年底 高盛的莱斯娜结婚 他和妻子的爱情故事也登上了人物杂志 于是莱斯娜也开始被人注意 2014年4月 The Edge又发表了一篇文章 要求一码公司公布 开曼群岛那笔基金管理人的名字 并要求将这笔钱赎回 开曼群岛的基金前面说过 是刘特佐用来做假账的 其二连三的报道 让刘特佐无比紧张 而另一边更大的问题是 一码公司快撑不住了 一码公司负债百亿 账上的现金只剩下2000万美元 而每个月光贷款利息的负担 刘特佐也知道一直从一码公司掏钱 总有掏空的一天 所以他的想法是拆东墙补西墙 用挪走的钱去投资 然后再用投资赚的钱去填一码公司的窟窿 实际上有些投资 刘特佐也确实赚到了钱 比如华尔街之狼的投资是1亿美元 最后全球票房是3.9亿美元 但是刘特佐赚的那点钱 完全补不了一码公司的窟窿 而且牵扯到的人越多 需要拿出来分赃的钱也就越多 一码公司的窟窿只会越补越多 从一开始 刘特佐就已经走在了不归路上 为了能让这场游戏继续玩下去 刘特佐准备将一码公司的能源部分拆上市 预计能够从资本市场募到50亿美元 在一码公司IPO之前 刘特佐又以IPO的承销权为诱二 吸引了几家银行给一码公司贷款 以德意志银行为首的银行团 决定联合贷款2.5亿美元给一码公司 但是这笔钱 刘特佐并没有拿去给一码公司救命 而是去买了一艘豪华游艇 在5年里 刘特佐用一码公司的钱买了大批的珠宝收藏品 还有豪宅和私人飞机 他唯一没有到手的就是豪华游艇 事后来看 刘特佐的骗局随时都有可能暴露 万一东窗事发 游艇还可以用来跑路 刘特佐的游艇身长300英尺 有直升机停机坪 健身房 电影院和桑纳房 他给游艇取名平静号 恰恰反映刘特佐的内心已经无法平静 2014年9月 风暴真的来了 有人像当时89岁高龄的前总理 部分一码公司的电子邮件副本 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政坛是什么地位呢 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 马哈蒂尔是马来西亚第四任总理 纳吉布是第六任和第七任 但是马哈蒂尔在一届任期内做了22年的总理 是马来西亚绝对的政坛大佬 马哈蒂尔一出手 代表着刘特佐的末日真的要来了 马哈蒂尔在一篇博客上写道 一码公司严重的负债 已经让马来西亚陷入了和阿根廷同样的危机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 最先开始慌的不是刘特佐 而是吉隆坡的德勤会计事务所 因为原先的会计事务所 对开曼群岛的基金有疑虑 所以刘特佐就想换个听话的 连换了两家 刘特佐都不满意 最后找到了德勤 后来才接手的德勤 不知道一码公司有那么多的猫腻 眼下连正坛大佬都发话了 为了自保 德勤要求一码公司 必须把开曼群岛的23亿基金赎回 有意思的是 一码公司的董事会 也被刘特佐蒙在鼓里 这下轮到刘特佐慌了 德意志银行先前的贷款 被刘特佐拿去买油艇了 只剩下几千万 再加上一码公司 账上还剩了几千万 最多也就一个多亿 一个多亿怎么变成23个亿 还记得金融高手杨家伟吗 他还真有办法能用一个多亿 变成23亿 这个计划是目前为止最疯狂 也是最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因为开曼群岛的基金 是个空壳公司 所以首先刘特佐把一笔钱 存到开曼群岛的基金公司 然后再用一码公司的名义 去赎回基金 这笔钱就从基金公司 回到了一码公司 紧接着一码公司拿到这笔钱 利用一系列的暗外金融工具 再让这笔钱 回到开曼群岛的基金公司 之后同样的流程 反复的来回 就这样同一笔现金 重复转移八九次之后 一码公司总计赎回了 15亿根本不存在的基金 世界就是这么魔幻 不存在的基金和不存在的钱 把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 之一的德勤给骗了 到底是真被骗了还是故意被骗 我们不得而知 反正德勤最终还是通过了 一码公司的财报 虽然刘特佐又一次蒙混过关 但是那颗定时炸弹却爆炸了 2015年2月28日 沙拉月报告上传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揭露了刘特佐 如何利用空格公司 转移一码公司的财产 并且贴出了电子邮件 和各种文件作为证据 紧接着The Edge也跟进 公布了关于一码公司的独家内幕 这一套组合权直接要害 直接引爆了舆论 还记得克莱尔和同贵旺吗 沙拉月报告 盒子Edge的独家内幕 自然是出自他俩 还记得朱士托手里的那份资料吗 克莱尔花了漫长的7个月 才找到了同贵旺资助 花200万美元从朱士托手里 买下了PSI的资料 如今拥有这份内部人 供出的资料 刘特佐再怎么狡辩 也显得苍白无力 面对如山的指控 马来西亚警方不得不采取行动 专门成立了调查易买公司的小组 小组成员包括国家银行 大马警方 反贪污委员会 以及检查总长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 国家银行官员梳理所有文件 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 从2011年到2014年间 纳吉布的个人账户 总计收到超过10亿美元的汇款 由于这个发现太震撼 所以调查组并没有立即向民众公布 同时在海外 刘特佐的同伙也大难临头 还记得IPIC的卡登吗 他和刘特佐 以及高盛的莱斯纳 合谋发行了35亿美元的公司债 卡登这边也出了内鬼 卡登的贴身管家曝光了卡登 由于卡登是曼索尔亲王的马仔 涉及到阿布扎比王室的颜面 于是阿布扎比的皇太子 穆哈默亲王 瞒着曼索尔亲王清理门户 把卡登踢出了IPIC 眼看大厦将倾倒 但刘特佐和纳吉布 却不准备束手就擒 他们决定主动出击 刘特佐先是找莱斯纳帮忙 寻找可以藏钱的银行 这位跑路做准备 另一边纳吉布也运用手段 把正在泰国的朱士托 搞进了曼谷监狱 并且让朱士托签署了一份 长达20页的认罪声明 承认自己卖给克莱尔的资料 都是伪造的 并向PSI公司道歉 之后纳吉布又调动手下的媒体 把一马公司事件宣传成政敌的污蔑 就在纳吉布快要平息舆论时 调查小组公布了纳吉布的秘密账户 2015年7月2日 《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 标题为 《调查小组相信一马资金流入纳吉布账户》 文章详细报道了 调查小组如何追踪纳吉布账户的资金流向 内容十分劲爆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轰动 是那一年 《华尔街日报》阅读量最高的文章 2015年7月24日 纳吉布得到消息 检查总长准备起诉他 4天后 纳吉布突然宣布撤换了调查小组成员 当晚 警察总部失火 烧毁了大量文件 接着 纳吉布将质疑自己的副总理和另外四位大臣全部免职 并下令停止调查一马公司 与此同时 纳吉布又把矛头指向了媒体 撤销了在Edge的发行执照三个月 9月初 反贪污委员会有人报警 一位名叫莫莱斯的检察官没来上班 两周后 警方通过监控录像抓捕了7名嫌犯 歹徒在莫莱斯家门口 将其抓上了一台三菱货车 将莫莱斯杀害后 把尸体装进了塑料袋 然后灌进了水泥里 最后把水泥扔在了一所学校附近的河床上 莫莱斯死后 反贪污委员会的人 各个禁入寒蝉 不敢再调查纳吉布和一马公司 看似纳吉布已经控制住了局面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 FBI已经盯上了他 世界各国的贪官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 他们都必须依赖美国金融体系洗钱 一般都会在美国购置房产 美国司法部在2010年出台了一项计划 追回盗窃资产计划 美国司法部和FBI联手 打击了许多贪污罪犯 并把他们在美国与世界各地的财产扣押 当然美国司法部之所以要协助外国打击贪污 并不是因为正义 而是美国政府认为 贪污事件不利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运作 会威胁到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利益 FBI出手之后 纳吉布立马指示新的检察长 不要配合美国的调查 不让FBI取得马来西亚银行的资料 虽然查不了纳吉布 但是FBI查别人还是很容易的 FBI联合瑞士和新加坡的执法单位展开调查 又调用美国的金融系统数据 很快就收集了许多证据 没多久PSI的高管马浩尼就收到了美国检察机构的传票 之后 刘特走的豪宅 新人飞机 收藏品也全部被冻结 就连送给小李子的礼物也都被追回 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 93岁的马哈蒂尔重出江湖 再次当选总理 马哈蒂尔上台后立马下令彻查一马公司和纳吉布 纳吉布和老婆罗斯马准备搭私人飞机跑路 但消息走漏 群政聚集在机场拦截 马哈蒂尔也下令禁止纳吉布夫妇离境 至此 刘特左和纳吉布再无翻身的可能 之后 相关涉案人员全部被绳之以法 只有阿联酋的欧泰巴和曼索尔亲王没有受到丝毫牵连 2020年 高盛和马来西亚政府达成和解 高盛为了保住生育 愿意支付39亿美元的赔偿以避免起诉 但一马弊案仍未结束 因为纳吉布的银行账户曝光之后 纳吉布的银行账户曝光之后 纳吉布就赶紧离开了马来西亚去躲避风头 他先后躲到曼谷和上海等城市 并且偷偷申请了一本圣基茨和尼维斯的护照 这个圣基茨和尼维斯不是两个国家 他们是一个国家 国家名字就叫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 这个国家的护照能够免签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也就是说刘特佐能够在150多个国家进行藏匿 刘特佐到底藏在哪里 有人说在曼谷 有人说在香港 还有人说在上海 但藏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下一个刘特佐会出现在哪里 这场长达10年的窃国大安 让马来西亚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个精彩绝伦的故事背后 是那些普通民众倾家荡产的绝望痛苦 透过这个匪夷所述的故事 我们似乎看到了在法律和道德之外 运行的另一套规则 在这套规则之下 金钱即是正义 银行 公司 律师事务所 甚至法律统统为之服务 在这套规则下 富人三言两语 便将普通人积攒了几十年的财富 轻而易举地掠夺 正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主义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渗出血和肮脏的东西 微信关注公众号 阿牛独裁 或许完成版文稿 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刘特佐 可收到鸽子一出试读版 观看巨师金德笔下的人类生存恐惧的预言 感谢三连 我们下期见